然後第一個是品牌故事跟設計是海賊王的 他就是他做的是那個韋田龍一郎 然後他的連載開始是從他1997年開始連載 那原本他叫海賊王後來改成那個航海王 是因為他換了出版社所以他才這樣改掉 然後他的故事主旨是在講求團隊精神 然後充分表現出領導者給夥伴的自信跟信心 然後一股鬧衝突 因為那個單純的熱血的執著 然後會畫成這個就是混之漫畫的 跟那個作者混之這條這個漫畫的路是一樣的 然後就體的世界觀是深刻帶出現現實社會的問題 如那個種族宗教領土歧視跟階級 產生了衝突與矛盾 然後就是我們上網去找的那個公仔 一開始就只有普通的公仔 後來就有Q版的 然後甚至像現在有那種比較特殊的 然後現在又有那種筆又出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上網找的那個影片廣告 快點 通通往 無論如何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